著名足球評述員黃興貴現在專心評述工作 沒有再教球 又沒有賽事講 有空就去九龍城逛街買下菜 去開九龍城 他最喜歡去買個蛋撻吃 你看他吃得多滋味 一路享受 一路再去街市 去到魚當 依然在吃個撻 還吃到跌落地 見他在魚當選了魚很久 拿了幾條上手摸摸摸放下 其實買魚一是買一是不買 不用想太久 好啦,買完一樣可以轉檔再買 之後又去買海鮮 又魚又海鮮 一個人住的他 看來想來一場神奇頂級超卓的大餐 買完送去去拿車 正当一仔以为他走人回去煮饭 谁知原来他只是放下菜再走过 难道又想买蛋拍饭卷?